後面這條橋有1.8公斤那麼長 又不用大家走進去 坐火車就可以了 等一會我就會坐這個身後面的紅色火車出去碼頭 覺不覺得這個畫面似曾相識呢? 其實跟千與千層裡面的海上火車有八成相似 火車是17年6月投入服務 是當年澳洲第一輛太陽能電動碼頭火車 火車來回收費每個人大概$77港幣 全程程1.7公里需要大概20分鐘 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慢的火車 望著岸邊藍白色小屋慢慢變小 眼前的大海慢慢變得廣闊 景觀真的很開朗 北蘇珍Jetty是南半球最長的木桌碼頭 大概150年前是一個客船停泊碼頭 大概1998年起 逐漸將這個木橋向海延伸 橋的另一面和陸上沙灘距離有1.8公里長 碼頭的樽頭除了有陰望無際的海景之外 還有一個可以深入8米的水帶觀察中心 中心裏面有11個窗口 遊客可以看到澳洲最大的人造珊瑚礁 如果想多點時間在這裏看海景 拍照的話 其實可以選擇回程的時候走回去 其實都有不少人會選擇由沙灘走到碼頭盡頭 回到岸上 大家不妨去到有西澳黃金海岸之稱的沙灘上 逗一逗吧 謝謝你 謝謝你 miał好幾百元 謝謝你 我記得喔